你知道这句话是谁告诉我 这句话是那个 当时那个 陈梦的教练 叫黄海诚吧 黄海诚陈梦教练 也是随着他教练吧 对吧 他当时跟我 跟我讲了一句话 就是说 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原理 你知道大家为什么 你们拉球拉不好吗 你们有多少会拉 反而我拉的 反而我拉上拳 有会拉的吗 你们是不是普遍 想反而我拉的时候 都对不着这个球 就是这个力 感觉是什么时候使的 不知道 要不就使完碰着球了 要不就是碰着球了 没使上劲 要不就是球对不着 要不就薄皮 要不就露 是这种感觉吗 对吧 基本上你们反手拉不好的人 都是这些问题 反手是很容易对不到球 它不像正手 正手你往上一挥 你转腰 可能最起碗 你拉得好不好 你能打着球 但反手就老是容易对不着球 冲就完了 冲就完事 那你光冲不行 你得冲上 对吧 对不上点 对吧 所以说我之前也是给大家讲过 反手其实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节奏 节奏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反手 千万大家记住 不要你去 不要对着这个球去回动作 是没用的 拉球 大家还有一种说法叫什么 叫弧悬球 弧悬球就是弧线球 那弧线球 大家从字面理解 它球走的是弧线 也就是说 它走的是这种 弯着上来 弯着下去 它跳起来以后 也是弯着上来 弯着下去 那我们去对着这个球 我们当然使不上劲了 我们要对什么 我们要对着它这个弧线的点 弧线的节点 我们去对着它 去用我手上 这一下的 放松的制动 去寻找这个击球点 我们是要对着弧线使劲 不是对着球使劲 你对着球使劲 你永远找不到球 因为球它在空中 一直是动的 你对着此时此刻的这块的球 等你回到这的时候 球已经跳到那去了 所以说你永远找不到它 但是弧线不一样 弧线它不可能 到这以后直接就掉下来了 或者到这以后直接蹦上去了 弧线它一直走的是一个规律性的 大差不差的 正手一样 正手一个道理 当你能摸清弧线的规律 这个对方一防守手 你就知道你的击球点在哪 弧线节点在哪的时候 你就拉的就像专业一样了 你看专业拉球 根本就像不看球一样 很随意 很随意地用身体带动的手去拉 就是你只有你 明白了这个弧线 它是怎么一种规律以后 你才能做到 我怎么都能找到这个球 怎么跟球都能合上力 大家能懂吗 所以说你看 对球其实是很难的 其实但现在一半 你说让我去对球 我也不好对 因为啥 我已经习惯了 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出手意识 你看 比如说我对着这个球 你看一会儿它就找不到球了 找不到球了 你看 你看它一会儿 它一会儿往上 你看大家 你们反手拉的时候 是不是这样 就刚要出手感觉 球跑了 球点这儿了 球点那儿了 所以说你不敢发力的原因 发不上力的原因是 你连球都没对着 你想发力也发不了 要不就是发死力去瞎轮 你真是没数了 是不是你们 你们反手练反手拉的时候 不管是拉上拳 拉下拳 其实都是一样的 是不是这种感觉 是因为我们一定 不要去对着球的 之前你知道这句话 是谁告诉我 这句话是那个 当时那个 陈闷的教练 叫黄海诚吧 黄海诚陈闷教练 也是谁有啥教练吧 对吧 他当时跟我讲了一句话 就是说 你要找线的感觉 找狐线的感觉 我刚进华队当时 我听不懂 我不理解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他说你要找狐线的感觉 对着狐线发力 我当时没感觉 当我后来我练明白 我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那都是 他跟我说的时候是一二年 我练明白的时候 应该是一八年 一七一八年 对吧 那这都是五六年以后了 我才明白 当我练明白 我说啊 然后是这么回事 这个就是要对着狐 找狐线的感觉 对着狐线去 不要对着球 对吧 你看上次 我记得超哥来 张超来的时候 给大家讲完手 是不是给大家讲了 很关键的一点 就是告诉大家别瞄球 你瞄球 你根本都瞄不到 因为球走的是狐线 他不是说你看着这 他在这等着你 他根本就不可能等着你 但是你用你的动作 从会向前的动作 去跟这个狐线去相合 你就很好找到球 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个点 大家能不能理解 上拳也好 下拳也好 所有技术 他都是这样 大家记住是所有技术 就是你们现在所有打的技术 他都是对着虎线的 你对着球 他就是打不到 你对着球 只有一种球能打到 给我 打吧 只有这个球 你对着球是可以打到的 对 如果再快一点 或者再远一点 就没法打到 这种球 你让一个新手都能排着 对吧 弧线跟直线斜线 没有关系 直线跟斜线 他走的都是弧线 对吧 大家所以说 大家听了这么长时间的 弧线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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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弧线球 弧线球就叫做弧线球 他走的是弧线制的 所以说他叫弧线球 原来为什么没有弧线球的时代 是什么快弓 快弓走的是直的 你看我这么打过去的球 它是直的 对吧 原来正交比较多 为啥 原来没有弧线 没有弧线 它是直 你看 它这球是直着砸下去的 对吧 所以说 后来发明了弧线球 弧线球的时代 什么弧线 弧线球就是弧线 弧线是通过什么出来 通过旋转 让它制造出了球的弧线 对吧 所以说球既然走的是弧线制的 那我们就要去拦截它的弧线 去找到它的弧线 弧线点 而不是找到球的球点 找到球的球点 等你回到这球又变地方了 这球是弧线的 大家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 就是当你真正找到 去描弧线 跟着弧线去找球的时候 哎 你的这个 找球找点的这个准度会增长 是层面式的增长 对吧 我再给大家拉一个 你们就在这看着 不然你就反手防就行了 你们看啊 这个球它走的是不是弧线 我给你们慢点吧 能看清吗 能看清吗 它走的是不是弧线 它过来是弧线 对吧 那我的 我的对的就是它这个弧线 我要跟它相合 这个能听懂吗 所以说我要对球 我也拉不着 我反手 我原来反手为啥不好 我原来反手就是对着球的实际 所以紧张的时候 我根本找不着球 要么就是拒清的碰 要么就是发权力的去扔 去蒙 那个不属于有数 但你看我现在拉 你就感觉 我自己也感觉有数 你们看着感觉也有数 因为什么 因为整个球点 你能找到了球点 所以说 你才能去固定着你 固定着你这个拉球的感觉 你说你练个反手拉 十个球拉出十个点来 那你不可能有数 一定 你紧张了 一定是不敢用的 对吧 所以说我们要了解什么呢 它乒乓球 每个球的弧线 它都是多多少少 会有点区别的 但是你了解了这个球的走向 了解了这个球的轨迹 你慢慢的 你的眼睛就会形成 对每一个球 比如说对方打过来的 对方推过来的 对方拉过来的 对方挑过来的 对方撕过来的 你就会有一个 它这个球轨迹的记忆 记忆打得越多 记忆越深 到最后就是 对方一出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球 怎么回事了 你根本都不需要去瞄 你就知道点在哪 球在哪 你该往哪跑 所以说就形成了这种 他们这些世界冠军打球 都是这种 你要让他瞄球 他根本就打不了这么快 都是这种 找到这些各种球的规律 他们已经 就是熟能生巧的 已经形成 就他们恨不得不瞄 通过他的眼睛的记忆 和肌肉记忆 他这个球 他就能打上 你看吧 你以为他是盯着球 去再去现做反应 不是 不可能 来不及 是预判 加上 盯 加上什么 加上眼睛的记忆 加上肌肉的记忆 就已经练成本能反应 你说的很对 他就是本能反应 他们现在比赛中 打的那个球速 靠的就是本能的反应 和细微的这种调节 加上大脑的临时的 这种快速的 去动 这个都需要去 大量的这种高强度训练 才能做得到的 但是我们没有 大量的训练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规律 我们不用说去跟他们比 想练到他们那样 有的人练一位 练两位子 他也练不到他那水平 你现在让我练20年 可能我也练不到 反应东这个水平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球 它是怎么一回事 它的原理在哪 为什么他们可以拉 他们可以拉 就证明这个 它一定是有原理 能拉通的 那我们要找到这个原理 在跟自己比的情况下 我们找到了一些窍门 我们就提高了呀 对不对 所以说乒乓球这个东西 我们一定要找到 还有很多的窍门 以及它的原理的地方 你就觉得 当你真正打上了 你这个技术 你觉得你掌握了 你再回过头来看这些东西 原来这么回事 就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回事 通了以后就是很简单 不通的时候 永远是一成五 说太好了 怎么找弧线呢 这个我跟大家讲 我可以现在今天教你们 这个让你们先明白 但是这个是需要练的 练什么练 你比如说 这样啊 你们看一下 你们不用打 你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球走的是什么弧线 给我来几个球 你看一下 我这是没有加任何摩擦 推过去的球 你们看 对吧 没有什么旋转 搭 搭 对吧 那我再看一个 你看这个球走的是什么弧线 它这个球有旋转 它每一下蹦得特别远 往上往上 往上 往上拱了一下 它是带着旋转的 有旋转了 它在这个球的面上 它球台的面上 它就往上拱 拱完它弧线就特别大 你看吧 我第一个就是什么 小写的M 我第二个就是大写的M 它拱得特别大 你看吧 所以说你看 你要盯住我出手 我加不加摩擦 加了 加了大概两层到三层 对吧 这球我加不加没摩擦 没加摩擦 我是纯撞击 那这个球撞击过来是什么 什么什么轨迹 摩擦过来又是什么轨迹 对吧 如果我教大家一个 教大家比如说对方拧你 我教你怎么撕 你要如果对方变成挑你了 你按照同样的方式 你就撕就撕 因为挑是撞过去的 拧是摩擦过去的 所以说 你要想练会这个钉红线 首先你要学会钉对手的出手 你要知道他干了什么 他出了剪刀 我出石头 对方出啥都不知道 那这步是也得有 所以说就先学会 我们这一点 风哥你随便给我回个球 大家看 这个大家看 你们就在中那边看 不我猥吧 我猥吧 这好像你看 不见 没有不你球给我就行 给我几个就行 大家看一下啊 你们看一下这个弧线啊 你看我这是戳过去的弧线 这是推过去的弧线 来 sorry 你看它比下拳蹦的长 这是摩擦的过去的弧线 你看带摩擦带旋转的球 它蹦的更长 对 看见了吗 对吧 那我在这 我在这拉 再给我个球 我在这拉过去的球 在这拉过去的球 它弧线这么走 那我在这 我把弧线拉长了呢 看蹦的长吗 更长了 对 因为你看啊 你这一下的弧线走的长 它弹跳起来的弧线就肯定是长 你这一下的弧线短 它起来的弧线也是短 看清楚了吗 所以说第一我要盯住对方 它是摩擦过来的球 是拉过来的球 还是打过来的球 还是说有的那种 挤过来的会有点沉的球 就是所有的球 你一定要知道它的弹跳规律 你才能做到 我怎 它对方一出手 我就知道球点在哪 我就不用去描了 那么明白吧 就这个东西 它一定要先知道是什么 方式方法 先知道这个原理 然后方式方法 然后去我们要去 干怎么练啊 你一定要去结合到训练当中 你说说你不训练 那你这个肯定是练不会 因为我们这个是知道以后 懂了以后通过量 来堆积的 明白吧 一定要放在什么 放在你的训练 你训练的时候 你就先盯它 咱们去拿出几天时间 咱们就练这个 怎么练 你就看它怎么过来的 你往中间站点 让大家看一下你干啥了 对 你看啊 它怎么过来的 你随便喂 它是正常 它是正常 带了一点摩擦过来的 那我 那这个球是什么诡计 你随便的 你看这个是高 掉过来的 我该在哪个点去和它 你随便喂 你打我 拉我 拍我 随便 随便 你看这是 这掉我的 这是带一点掉的 看 推过来的 推过来的 对吧 推过来的 你随便 你可以加力 也可以 剧情 都可以 下拳也可以 你随便喂 你看 我基本上 我看它出完手以后 我就大概知道 我的点在哪 我就要去找 找这个点 对吧 它一出手 我就知道点在哪 这就是啥 这是靠你的平时 你老去盯 老去寻找规律 你慢慢你就摸清规律 乒乓球 它是有很多很多规律的 你找到规律了 老这么 老这么去找这规律 老这么去打 你就知道啥 你就知道 这个球 它下次一打 很下意识地 就知道这个球 它大概就在什么地方 上拳下拳随便 对 它上拳下拳随便喂 你看我能不能 就是它一出手 我就知道大概点在哪 我脚 它一出手球 我就知道这个 我脚就要去跟我的身体 去补位置 对吧 你觉得这个 你觉得我这几个球打上 打得质量高 是我的动作 是因为我的动作吗 对吧 你们老去问 这个球它是不是因为手腕啊 那你把乔乔球想的太简单了 你们总觉得啊 我把你动作学会了啊 你腰怎么动 手腕怎么动 前臂怎么动 你就也能打什么样 那是不可能的 你的球都找不着 明白了吗 所以说大家老是去学表面的东西 所以说你练 只能说你能偶尔能打上 但不能说你会打 或者你打得好 明白吧 所以说太停留在表面了 好 来来一个 就这意思啊 可以说 大家你们就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 你们能听懂吗 但是听懂了 知道方法了 一定要去观察 去找规律 不要一训练 一比赛把脑袋就扎在自己 自己脑袋上 感觉这块像盖了一层布一样 就对方干啥 跟你一点关系没有 然后你想的全是自己 那不可能厉害 因为你在跟人斗 你要是对着发球机 你可以这样 对方 所以说你看啊 来风哥你再为我几个 没有撕下旋 下旋点拉 下旋咋撕啊 哈哈哈 反人类的东西我们不交 你被几个高调 你调我几个 对 你看啊 他一出 你看他一刚出完手 我的拉手 我的身体就知道点在哪里 我瞄 我一点都不带瞄的 因为我知道他这跑不了 他就在这一个范围内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通过你的观察 你摸清了很多 对于乒乓球的规律 所以说身体 脚手并用了 你就能做到这样 这个